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請部長 請署長 請部長跟署長 委員好 部長 您知道我早上開了一個記者會 是關於這個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 在今年3月11日 是把101年跟102年這兩年 由教育部體育署所補助給他的 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 裏面補助的住宿費 這個住宿費兩年加起來540萬 通通都是住在彰化線域體育場的住宿費 全數繳回給這個體育署 這個記者會您知道嗎 我知道 我有看到新聞稿 是 署長您知道嗎 主命回來有給您報告嗎 有 所以我底下的問題要請兩位回答 這個理事長是本院的林昌明委員 林昌明委員當然對外說他沒管事 都是秘書長要負責任 但是無論如何啊 一個團體一個協會的法定的代理人 一定會是這位秘書長 不是這位理事長 就是林昌明委員 如果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 涉及炸領公款 理事長可以對外說說這是秘書長的問題 我根本就沒有管會晤 部長署長你們的署下 如果有類似的行為你會對外說說 這是司長的問題 這是組長的問題 你們會這樣講嗎 會不會 不會 你們一定不敢這樣講 但是要現在再選彰化縣長林昌明委員 他是這樣講 他說這是秘書長的責任 好我要先請問 這個是體育署啊 核定的我們看右邊這一格是潛力計畫 這個大家看那邊啊 曲棍球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 從體育署拿到了潛力計畫的金額 其實是明顯的高於其他的單項運動 我們列了幾項喔 表示林昌明委員他擔任了曲棍球協會理事長之後 從體委會到體育署時代 已經有夠爛 從體委會從體育署拿到了很多潛力計畫的補助 這個補助如果用在年輕選手身上 我們也沒話講 但是問題是這樣啊 重點在於101年跟體委會拿了245萬1千元 102年拿了254萬9千元 都是彰化縣立體育場的住宿費 這個住宿費101年已經領走了 因為體委會他只要拿著這個收支結算清澈就把錢拿走了 他也不用把這個單據報來 到了教育部體育署的時代要求要單據要送來對不對 好了那單據送來了 就是這個單據 總共8張 這個8張單據加起來245萬1千元 254萬9千元 沒有錯吧 署長沒有錯吧 這個8張單據 看到這個戳記啊 是彰化縣立體育場的戳記 活動組的戳記 這個戳記是假的 這個戳記在民國92年之後就沒有再用了 過了10年 突然拿出來用了 8張單據裡面都是蓋的這個戳記 然後金額呢 8張加起來254萬9千元 彰化縣政府 在102年收到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 多少錢兩位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去查過 來來來來來 署長請說 你們有沒有去查過 兩萬多塊 兩萬三千元 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的理事長 彰化選出來的林昌明委員 去繳給 彰化縣政府的縣立體育場 102年 總共啊 從頭到尾啊 我們看下一張單據啊 這個才是一個真實的單據 全年啊 沒有再有第二筆錢了 就這一筆繳了兩萬三千塊 住宿費兩萬三千塊 結果 自己假照了一張單據 我們看上一張 還蓋了一個假的戳記 來跟 體育署 已經錢已經領走了 這是核銷的單據啊 本來沒有單據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跟他說 這個結算清澈 不行啊 要有單據 有弄了單據來了 八張 這其中的一張 八張全部都是假的 兩萬三千塊的支出 來給你們核銷了 這個 這個 兩百五十四萬九千元 那不是炸領公費嗎 101年 已經領走了 核銷結束了 102年 你們核銷有問題 他 你們在102年跟他講說 這個 把這個單據退回去 說不合格式對不對 103年 今年的3月11號 把540萬 就存回這個專戶裡面 運動發展基金 這個收據是你們開的沒有錯吧 3月11 1 繳回來你們4月1號開的收據 540萬 好啦 問題來了 101年的 在體委會時代都核銷結束了 你們質疑的是102年 101年的跟你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為什麼把101年的也繳回來 為什麼 基本上就是說 協會對於單據 我們查核之後 有疑義的會退回給這個單位 這個協會 然後協會 所以他如果沒有辦法 這個依該有的 你沒有回答我 他為什麼101年的也繳回來 你們在102年的說 你這個單據不符 說我如果沒有單據 那我對不起 我把錢繳回來 這我還可以理解 對不對 他其實不是沒有單據 他拿了假單據被你們退了 好這個都不管 101年的為什麼退呢 這個101年 這個狀況 你們在4月1號是不是 你們在4月 102年的狀況 他們認為是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 你們去 你們發了一個行問他們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發了 他們怎麼答覆的 怎麼答覆的 他是不是答覆給你 最後說 我發現 101年 102年 這兩筆錢啊 我都沒有用 這個費用沒有發生 對不對 是 好 那這有趣了 101年 現在是103年年底啦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103年年初啦 101年的錢 零走了 也和銷了 現在 發一個函給你們這樣說 我發現我101年 這兩百 兩百這個 四十五萬一千元 我發現我沒有用 所以我現在還給你 你看這好銷不好銷 錢零走 和銷結束了 他清澈全部都 都結完了 過了一年多 告訴你說我沒有用 你相信嗎 你告訴我你相信嗎 所以我們 你相信不相信 我們好幾次的請他 就針對這些提出 請他們做說明 所以你的意思說 你也不相信 我們必須 來來 部長你回答 實際看到 你作為一個行政首長 你面對今天這樣的狀況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 發生在教育部你的屬下 過了一年多 這個錢都和銷了 零走了 和銷了 你102年的發生問題 他回頭他自己 把錢繳回來說 我發現我這個錢 根本就沒有用 那這254萬一千元 到哪裡去了呢 101年的時候 他沒有用 他怎麼會來 申請這個 和銷這個經費呢 來 你說明一下 給我聽 部長 我想如果我看到 這個情況的話 我會請他那個 詳細的說明這個事實 如果必要的話 我們就送正風來做調查 是 從今年3月11 他把這個錢交回去 這個收據4月1號開了 到現在 超過7個月的時間 他沒有說明 他其實不是沒有說明 他是說明了 他說 他的八張單據 我們回答那個假的單據 那個八張啊 那個八張單據 他說這個錢喔 不光是住宿費 還有場地費 還有設備費 還有去修剪樹木的費用 我不管他有哪些費用 總之 彰化縣政府 就從他那邊 拿到兩萬三千塊 你這麼多的費用 場地設備 所有加起來 你就交給彰化縣政府兩萬三 結果你跟教育部 來領了254萬9千 這跟你是什麼費用 一點都不相干 總之你繳了多少錢出去 我拿多少單據來核銷 這個核銷的項目符不符合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錢兜不起來啊 報告委員 我們曾經在6月18號 7月31號 跟10月30號 先後有三次發文 請這個理事會來做 這個詳細的說明 他一直都沒有清楚的回覆 他說不出來嘛 他拿假的單據 來跟你撲銷 他怎麼說得出來呢 他為什麼要把101年的繳回 因為他101年只有清澈 再一查101年的單據 通通也如果就算有 也都會是只好事後假照 因為彰化縣政府的公庫收入 沒有辦法造假嘛 彰化縣政府101年 只收到二十萬八千 結果 他拿了假的清澈來核銷 核銷了245萬1千 他支出只有二十萬八千 101年 核銷了245萬1千 102年 跟你們領了254萬1千 那實際上發生只有兩萬三千塊 這個二十萬八千跟兩萬三千塊 是彰化縣政府的公庫的收入 這個騙不了人嘛 這個一對就知道 所以他趕快把錢繳回來 那如果你們就這樣收了錢 沒有把它查清楚 你們就是收受贓款啊 多久可以幫我們把這個事情查清楚 這個單位我們已經 這個案子我們已經移請那個政風單位在做調查 什麼時候移請 什麼時候 是今天早上嗎 不是不是 這案子很早就移 多久可以查出來 你至少交易部給我們一個報告吧 我們會請政風單位儘快來調查這件事情 教育部啊 多久啊 兩個禮拜 這個事情夠單純吧 這個是由廉政署在做調查了 不是教育部的政風系統在做調查 是 我要求啊 教育部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你們這個事情已經查那麼久了 兩個禮拜 可以不可以 我們會盡快來跟廉政署聯繫 兩個禮拜之內 把這個案子 你們的政風調查那麼久 兩個禮拜之內 如果不能給我一個交代的話 如果不能給我們委員會一個交代的話 我還會再出現啊 好 部長我還會再來 謝謝 是 謝謝